这是一个没有扫把的女巫 她要乘坐飞机去上学 当她摘下脖子上的勋章时 可把对面的空姐激动坏了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活着的女巫 此时航班已经满园 身后的一名老者主动拿出机票 表示愿意让座给女巫 当听到现场有一名女巫时 周围的人们投来了敬佩的眼光 因为女巫一直保护平民不受邪恶者的迫害 同时他们也明白 女巫是一个九死无生的职业 大眼很释然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 很快大眼就来到了 女巫的摇篮赛洛米学院 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两名队友 金妹和小黑 三人同吃同住一起训练 这天他们要进行合身训练 以测试新兵们的血脉天赋 倍感无聊的金妹偷偷溜出队伍 四处闲逛时 意外来到一个训练场 一名女巫正操控着龙卷风 肆意地破坏那些旧建筑 看到如此强大的能力 金妹也是心怀憧憬 突然一个女孩走了过来 她也是偷跑出来的 两人不禁有些惺惺相惜 这天训练完之后 金妹看到那个女孩在树蚂蚁 她好奇地上前询问 女孩为什么不去训练 女孩告诉金妹她叫莲花 是一名死灵女巫 要经常和死人打交道 所以需要远离大众 说完就要带着金妹去找点乐子 金妹欣然同意 两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小树林 莲花拿出一颗小星星 贴在了自己脖子上 然后示意金妹也贴上 看来这就是莲花所谓的乐子 在金妹贴上小星星后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两人竟然缓缓地飘向空中 就在他们玩得不亦乐乎时 教官出现打断了他们 两人瞬间跌落在地上 教官并没有责罚他们 而是把两人送到医务室 也就是在这里发现了 金妹惊人的医疗天赋 教官可不想这么好的苗子被人带坏 他警告莲花以后离金妹远点 不然下场会很惨 莲花吓得连忙答应下来 这天 众人正在训练时 金妹气势汹汹地找了上来 二话不说就对小黑发起了攻击 原来 金妹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在信中得知 由于小黑母亲的执拗拒不下达撤退命令 才导致他母亲的战死 小黑认为士兵战死沙场那是职责所在 听到这话金妹更是怒不可乐 两人扭打在一起 战况愈演愈烈 这时 天空突然暗了起来 瞬时间电闪雷鸣 教官看到情况不对 连忙上前阻止 就在两人分开后 恶劣的天气也转眼恢复了正常 看来他们其中一人拥有着强大的天赋 金妹离开后找到莲花寻求安慰 在莲花的安慰下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殊不知在金妹离开后 莲花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 随着大火包围了整个脑袋 她真正的样貌也显露出来